大家好 今天是5月30号 昨天川普关于制裁中国的新闻发布会开得非常成功 让人非常振奋 正如川普自己所说的 他公布的这些行动非常有利 非常有意义 昨天的新闻会只是一个提纲细领 只是一个战略 最关键的是今后一两周之内会有切实的行动计划 那么我们看到新闻发布会一发布完 白宫网站就推出了两个公告 第一个公告是有关赤F和G签证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如果有中国的国防院校的背景和军民融合计划的背景的话 那拒绝他们入境 在美国已经读书的要驱逐他们给出境 这是对有问题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的一个限制措施 那么第二个公告就是有关中国偷窃美国的技术 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 白宫冬促美国的司法部FBI继续加进来破获这样的中国间谍的案件 还有黑客入侵的案件 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全面的进行扫荡 可以说发起一个新的公式来追查 中国的间谍偷窃还有黑客入侵 侵犯知识产权的系列的案件 在第二个公告里面 把军民融合计划又讲了一遍 说中国的军民融合计划实际上就是打着民运科技 民运研究的背景完全为军方服务 那美国的这些科技绝对不能用在中国的军事运途之上 这两个公告发布让我们感到川普确实是一个言逼行逼国 一说就做的一个总统 他实际上已经说了几个具体的事情 比方说跟WHO切断关系 那这个事情一说出口就肯定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那终止香港的优惠待遇 这个又要封许多系列的一些步骤 那他在白宫发布的这两个公告 实际上虽然跟香港没有关系 但是他确实实在地迈出了具体行动的步伐 那关于香港这块 有些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已经提交了制裁官员的名单 但是加这个是个假新闻 首先美国国务院他要制裁官员的话 他会写一个很长的报告 把这个官员他所干的劣迹时间地点全部给写出来 我们知道蓬佩奥他是要根据国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每年要写一个报告的 这个报告到现在还没出来 只是因为这个情况特别紧迫 所以他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就是说国务院已经认定香港不具有高度资质的状况 这样一个认定是给国会说的 这只是为了应急搞到一个简短的声明 那么现在他正在着手写一个比较长的报告 把香港为什么认定失去了高度资质 然后所犯责任这些官员的名单 他们干的一些坏事全部都给列举出来 最后就写出他的这些建议 怎么样具体地来惩罚香港的这些高官 还要对这个技术的限制 关税的方面调整等等 所以这样一个报告呢 就像美国国务院每年写的中国人权报告一样 那都是长达几十页 甚至一两百页 美国人做事就是非常认真的 我想这个最快也得就一两周之内 才能把这个报告完成 在这个报告提交给国会的同时 那这些制裁官员的名单 才会一个一个的暴露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交集 不要把自己的愿望就当成事实 我们真的希望今天马上 把临尊于恶 把夏宝龙这些人制裁 甚至把他们都干掉都可以 但是这个心情跟事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看到国务院会马上 采取一些系列的行动 有可能他也单独的把制裁的 作为一张提前先于报告给写出来 但这个也是要花时间 因为这些人他具体干了些什么事情 他都要全面的给列举出来 所以大家不要焦急 川普只是勾发了一个战略 然后战略的实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 对昨天川普的这个讲话 他觉得还不够分量 觉得应该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给全都给切除了 中美直接经济脱购 再一个认为美元和港币 应该完全的给脱购 因为既然香港沦落为中国的一部分 那港币存在的理由都没有 人民币就行了 港币给取消 这样的话对香港造成极大的一个经济的冲击 那首先我们针对第一阶段协议说一下 我倒是希望马上就切断第一阶段协议 但是毕竟第一阶段协议是川普的一个政绩 里面还有很多保护美国人的一些条款 知识产权方面农产品的销售等等 所以美国现在还要继续观察中国 如果你能满足这个第一阶段协议 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如果你不满足的话 那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或者随着情势的发展 它再撕毁 然后再加征关税 那再不迟 一旦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全面的加征关税 就说明了要彻底撕毁第一阶段协议 当然大家都知道 第一阶段协议现在就是一个类质 就是中美之间联系的最后一根期待 把这个断了的话 那中美之间全面的开战了 现在还保留这个期待 就说明了还需要过一段时间 才能把这个关系彻底的给脱钩 那目前还有双方进行合作 因为两个国家不像两个人 两个人说断交就断交了 两个国家要断交 要花一定的程序 一定的步骤 慢慢慢慢的才能过渡 那这个问题呢 也同样运用在这个香港 港币和人民币和美元的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 美国在香港呢 还有1300多家企业 还有8.6万人 这么多的人呢 还生活在那里 美国要照顾他们的利益 就是他们要撤的话 也需要一个时间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今天看到苹果日报 有报道就是 美国驻港的领事馆 它正在抛售它的房产 价值几千万港币的房产 要抛售 这个抛售呢 就说明它也想撤 它已经做好了 驻港领事馆要撤的这个准备 但是这个抛售过程呢 也是需要时间的 说明美国呢 它跟香港脱钩呢 它需要最少半年的时间 所以它作为一个缓冲的阶段 尤其是昨天川普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开始启动 取消香港独特地位的程序 不是说我今天说 彻底就把它断了 就马上就断 不是的 它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利益所在 它是逐步的一个清除的问题 所以呢 大家在各个方面呢 都不要焦急 都要慢慢地看 美国人呢 他是怎么做事的 他先抛出一个纲领 然后呢 一步一步 忠实地按照这个纲领来实施 而且呢 有的步骤呢 比我们想象的快 当然有些步骤呢 因为客观事实的一些存在呢 肯定呢 不如人意 但是呢 总是会朝那个目标去发展 所以我们对川普 要有信心 对蓬佩奥要有信心 而且我们看到 昨天呢 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除了川普之外 还有六个人 这六个人呢 有关于这个关税贸易谈判方面的 莱特希泽和皮特纳瓦洛 有这个国外顾问 奥布莱恩 还有当然是国务卿啊 罗斯啊 财政部长 奴卿啊 这些都在 你就说明呢 他公布的制裁中国的这个措施 是将牵扯到了财政部 牵扯到了国务院 牵扯到了商务部 牵扯到了美国的关税 就是对外贸易谈判的这些机构 所以川普他抛出这个纲领呢 要叫这些机构呢 一个一个进行去实施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当然这些人参与呢 也让我们更加加强了信心 这个事情呢 肯定会得到贯彻 尤其是皮特纳瓦洛 这个鹰派中的鹰派 参与昨天的新闻发布会 确实让我感到呢 制裁中国肯定是十大十的事情 我在这个新发布会之前呢 还担心了川普呢 会不会真的给撤销了 香港的独特地位 可能呢 把里面撤出一些 惩罚官员呢 可能限制技术啊 我想不会一下就取消 还没想到他真的是一下取消 所以说他川普呢 对中共的这种仇恨 对制裁中国的这种决心呢 确实超出起码我的一个想象 所以很多网友说 昨天的发布会啊 还是不够力 不是不够力 还是太够力了 那么我们看到呢 中国政府的反应呢 一方面他想把这个事情给淡化 另一方面呢 他呢 说呢 对香港的这个制裁 是双人舰 是损伤美国的利益 美国你这样干呢 是干涉我们的内政 最后损失的是你们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是环球时报的说法 胡锡进也是这样一个说 那么港府这块呢 从林郑月娥到这个保安局长 到这个吕正司司长 还有这个他们的财政司的司长啊 都是还是谴责美国 而且他说对香港呢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这个资金呢 没有外流 资金呢还是很好 经济还是很好 那我们的保安方面呢 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跟 中国的警察部队 怎么样合作的一个问题 你就看到他们的整个说话呢 觉得现在呢 香港好像没有受任何的冲击 他们说这句话呢 一个是完全违背事实 再一个呢 这个美国的制裁措施呢 它肯定是一个过程 它今天呢是刚刚才启动 那么明天后天呢 它才正正的一个见效 说他们的话是违背事实呢 是要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 现在主要的三个经济指标 实际上已经创了历史的记录 一个是港币的沽空啊 就是这个抛售港币啊 已经创了最近以来的一个高峰 估计呢会有5000亿的港币呢 会很快的给流失走 第二个呢 指标就是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呢 听说呢 也是创了最近几年 低幅最大 是一个创记录的 说明呢 这个恒指呢 就是香港经济的一个晴雨表 恒指的下跌下滑 那也表明了 香港经济呢 现在遇到了一个重创 那第三个指标呢 就是黄金期货啊 这些指标 这个指标呢 发现创了历史的 新高 创了两年来的新高 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 就是让人们呢 感受到经济不稳定的时候 那他们最想买的是什么 就是黄金 黄金来保持 那黄金呢 创了两年的最高啊 就说明呢 大家感觉到经济啊 非常的不稳 预期不好啊 来赶快来保持 来买黄金 那从这三个指标来看呢 现在香港的经济呢 已经走向了毁灭 走向了它的终结 那那几个港府的高官呢 说那些话都是 替中国洗地 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 说的那些谎话 假话 实际上现在已经呢 我们看到香港这头啊 就纷纷的来 换这个美元 还有资金呢 马上就是这个 流到英国 流到美国 那这个形势现在是 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对人们的 这个心理的预期啊 那是非常的大 就是人们对 未来的这个消费 未来的投资啊 那肯定呢 会影响 目前呢 可能还没有影响 因为目前呢 有前段时间的惯性 那对未来呢 那本来是说 我明年要在香港投资 那我就不投资了 本来说我下个月 要买个车 那我就不买了 这样的话 对未来的影响是更大的 对经济预期的影响是更大的 所以呢 美国的制裁措施 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作用 而且以后呢 会越来越强烈 这样的话 香港的经济衰落 成为一个私港 那这完完全全呢 责任就在中共的手里 就像黄志峰 他们昨天也召开 一个记者招待会 说美国制裁责任 完全在中国政权 说的这句话呢 一点都没错 那么我们看到 习近平呢 这个人确实是非常丑 非常坏的一个人 说他蠢呢 他连毛泽东都不如 我们知道呢 毛泽东1949年 解放军呢 打到深圳的时候 那个时候 英国的实力是非常衰弱的 1949年 那个时候呢 只要一声令下 那解放军一下把这个香港全部占领了 一点话都没有问题 那个时候全世界也是 反对这个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这个高潮啊 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的独立啊 那那种情况下 香港给收服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就做了一个决策 就是不占领香港 原因是什么 因为香港可以作为跟全世界 跟资本主义国家交流的一个金融的桥梁 情报的桥梁 情报界的人士在那里 然后很多换卫会啊 很多的他们的经济的往来 也都在香港可以从事活动 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啊 都有当年在上海租界干事情的这个经历 因为以前上海的租界呢 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发祥地 没有这个租界呢 共产党还发不起来 有了租界呢 就是在延安的时候 也利用上海的租界 来换了很多的会 来掌握很多的国际的情报啊 共产国际经常派人到上海 跟延安的代表来进行交流 你就看到呢 这个租界的功能是非常大的 那么毛泽东周恩来也看到香港 他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 他根本就没有进行武力的 全面的给解放 本来完全有这个条件 但是他没有 也可以说在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候呢 中国就是一个对香港是一国两制 那香港呢是完完全全在英国人的统治下 在那个时候呢 香港也没有做成什么危害中国的事情呢 那么到了习近平的时代 这个人蠢的是就是把香港 这样中国跟世界的桥梁 中国跟世界的情报 金融 经济的桥梁呢 他要亲手的给毁掉 你说他连这个非常左非常坏啊 一代暴君毛泽东呢 都不如 因为呢他现在已经是变成一个全世界最孤立的一个暴君了 大家都对他非常的厌恶 而且呢他这个人是非常的愚蠢 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呢 确实把他搞得很羞辱 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要全面控制香港 这个是他为进一步的军事占领台湾做准备 这个他的本性呢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无赖的一个本性 毛泽东干不了的事他都能干得出来 这样的话他要轻手的毁灭香港 当然呢在步骤上他还要搞得比较文明一点 先搞一个法律 搞一个国安法 然后依法办事 然后全面的控制 实际上跟当时啊 毛泽东中文来一声领下解放军 全面侵占这个香港啊 是一样的 但是呢毛泽东都没做的事情 他给做了出来 你说他这个人呢 宠到哪个地步 他就是毁灭香港的最大的元凶 就是罪亏祸首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他会要尝到这个苦果 因为香港人不会答应 香港人呢会有一大批的 群其反抗的勇士出现 就像苹果日报的黎智英所说的 有些人可能他要移民要离开了 但是更大多富的人要留下来 要跟中共抗争 这种抗争呢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引发国际社会更大的制裁 这种制裁呢 最后危及到是你中共政权本身 所以呢 香港将会成为 引发中共倒台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呢 这是一件非常让我们值得期盼的事情 而且呢 川普昨天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呢 最近一两周肯定有很多的大事出来 他的后续的落实的措施会一个一个推出来 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请继续关注订阅本人的频道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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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